其实,报道美国物价的文章满天飞,但是和浪哥在美国的亲身感受相比,还是有一点点出入。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写一篇关于美国物价的文章来给大家分享。 美国的物价是由本身的价格和税组成的。 各个州的税率不一样,比如加州的税率为9%,也有几个州失眠税的。 比如俄勒冈州、阿拉斯加州、特拉华州、蒙大拿州、以及新罕布什尔州。 加州相比美国其他州的物价算高的了。 先说说美国比较贵的地方。 浪哥在预定洛杉矶酒店的时候,就发现美国的酒店价格特别贵。 没错,美国的住宿是很贵的,不论是住酒店还是租房子。 住宿这笔费用占了在美国消费的大头。 在同一个州,就金山的住宿比洛杉矶还要贵一些。 然后就是美国的人工费非常贵。 所有与人工服务有关联的消费都会比较贵。 比如理发、低适、甚至是餐饮,也是要人工做饭菜嘛都比较贵。 这里我要注重说一下餐饮。 很多媒体报道,在美国吃饭很便宜。 其实不然,在美国下挂的实习餐还是比较贵的。 因为在美国点菜,除了上面价格上,要加将近10%的税以外,我们还要付15%左右的小费给餐厅服务员。 这个给小费是美国的国情了。 一般餐厅服务员是没有薪水的,他们的收入就是靠小费支撑。 我们这么远来了,就要入乡随俗了,小费该给的还是要给。 而且,我们在美国吃早餐,随便一份都是80人民币往上走。 相比浪哥在长沙韭菜园缩碗加蛋的十几块钱的粉来说,那是贵的不要不要的。 不过,麦当劳等快餐店价格基本与国内持平。 麦当劳本来就是工厂吃快餐,自拿自取,也不需要给小费。 美国还有一个巨贵的,那就是医疗了。 在美国,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需要漫长的时间,美国医师协会通过抬高医师准入门槛,控制了医生数量,形成了职业垄断格局,物以稀为贵。 这就形成了美国医生的高收费和高收入水平。 不过对于我们旅行者来说,只要来之前把医疗和意外保险满足,还是不用担心的。 还有一个小贵的地方,那就是收罚单。 在美国开车微微遭受处罚的罚金,可是比国内要贵好几倍。 浪哥因为停车忘了缴费,而收到了一张罚单。 后来才知道,这个罚单,算是最最最最轻微的处罚了。 还是要42美元,说了这么多美国贵的地方,也该看看美国哪些物价比国内便宜了。 要说便宜,美国真的好多东西比国内便宜。 比如衣服、鞋帽、包包、手表、苹果手机、各种日用品、汽油、化妆品等等。 浪哥拍了一些工薪阶层用品的价格给大家看看。 浪哥整理了一个适合在美国血拼的购物清单。 绝对的干货。 化妆品。 欠臂。 雅尸蓝带。 契尔氏。 Benefit。 屏幕宣言。 奢侈品。 Chanel, Buity, Fragamo, Celion, Coach, Versace, SPACE。 运动衣服及鞋类。 Adidas, Nike, Under Armor。 网线品。 Puritans Pride, GNC, Cotland。 服装, Tommy Hilfiger, Gap, CK, Ebercrombie Fitch, Ralph Lauren, Nautica, Gaz, Levies, Le, Jeep, Bus, Polo, 行李箱及箱包。 Sams Knight, Michael Kors, Kate Spain, 音响, BOSE, 打火机, Zippo, 户外用品。 Columbia, The North Face.